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是死心塌地不离不弃的老婆凯特 他相信有朝一日老公一定会功成名就 可是理想毕竟不能当饭池 他每天面对柴米油盐 如今身在困境也是颇有为辞 打扫房间的时候 他发现厨房里有一只死掉的鹦鹉 刚刚拿出去扔掉 尸体一转身的功夫就忽然消失 他非常疑惑 猜测那只鹦鹉是在装死 而马特也在清理杂物时 发现了一间密室 大多数恐怖片的套路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房间有什么特别的呢 进去之后让人很失望 里面什么也没有 正在此时灯光开始闪烁 似乎是电线短路 好不容易等来了电力公司的维修工 可是人家看了之后 表示无从下手 因为这里的电路复杂的像一团乱麻 以前从未见过 必须回到公司查看电路图才能维修 临走时 电工还无意间聊起了这座房子的历史 原来这是一座凶宅 以前在这里发生过一起远近闻名的谋杀案 难怪会卖的那么便宜 马特感觉十分的晦气 果然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古人成不起我也 他上网查询之后才知道 上一任房主夫妻是被一个无名青年给杀死的 这个青年从哪来叫什么都没有记录 难道是偷渡客吗 最近他灵感枯竭又在创作的平静 心神不宁之下 就一个人藏在密室里喝闷酒 一瓶喝完还没尽兴 深更半夜到哪去买酒呢 他意犹为尽 自言自语道 再有一瓶该有多好啊 幻音刚落 灯光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 再亮起时 屋里居然凭空多出一瓶人头马 嗯 马特惊魂不定 是真的有鬼 还是这房子在满足他的愿望呢 为了考证他的猜测 一晚上他都没有出这个门 灯光也是忽明忽灭 闪了一夜 次日早晨 这嘶嘶嘶的声音才惊醒了凯特 他好奇地过去查看 却发现密室里摆满了 堪称西式真品的画作 马特正一脸痴迷地 抚摸一副梵高的真迹 就像抚摸情人的皮肤一样 小心翼翼 爱不释手 看见他后 男主激动地像个孩子一样 向他展示这些艺术品 凯特还以为他嗑药嗑多了 马特问老婆 这辈子最想得到什么 钱或者珠宝 说一个 凯特只好配合说 那就一千美刀吧 灯光闪了一下 地板上立刻就多了一千刀 他当然不信 还以为这是老公的私房钱 马特再让他试试 他又说 我想要一百万美刀 紫的一声 灯光闪过 一堆钞票再次凭空出现 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些来路不明的钞票 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马特解释说 这房间能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就算有鬼的话 他也不在乎 于是呢 凯特也对这真金白银动了心 二人疯了一样 开始满足各种愿望 什么名牌服装 钻石珠宝 真凶美味 金山银山 凡事能想到的东西 只要一句话 就轻轻松松到手 什么理想 什么奋斗 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仿佛有了这个房间 他们就一夜暴富 到达了人生的巅峰 虽然说人的欲望永无止境 可是我们的男女主 赤贫乍富 想象力比较贫乏 当那些庸俗不堪的奢靡生活 全部满足之后 他们的欲望 就到了尽头 随之而来的 就是莫大的空虚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而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只有一个 那就是凯特生不了孩子 他们曾经怀过两次 可是都胎死腹中 此时凯特才知道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是两回事 不能生孩子的精神缺憾 约法让他变得神经致志 不可自拔 马特见老婆郁郁寡欢 立刻就猜中了他的心事 于是就向房间 要了一套婴儿房 想和他再努力努力 造个小人 生活就圆满了 可惜女主不敢 她怕自己是习惯性流产 再伤心一次 很可能会崩溃 所以呢 她就趁老公出门的空档 直接在房间里许愿 要了一个儿子 神奇的是 这个房间造出来的儿子 居然有血有肉 要吃要喝 会哭会闹 还是一个有灵魂的 完整的人 这同样匪夷所思 可是马特不乐意了 他确实想要孩子 可并不是这么凭空 飞来一个身份不明的娃娃 怎么办呢 看着那小小的 可爱的脸蛋 凯特母性大发 感觉人生已经圆满 对这个娃娃是疼爱有加 关怀备至 而马特则忽然想到 那个杀掉前任房主的无名杀手 难道说 那个杀手 也是房子造出来的吗 他赶紧抓了一把 造出来的钞票 立刻前往 关押那个杀手的精神病院里求证 假如是的话 他为什么要杀掉房主夫妻呢 无名杀手已经人过中年 当他听说 马特就住在那座房子时 完全知道男主经历了什么 他还说 那个房间甚至可以造出活生生的女人 马特问他 为什么要杀掉房主夫妻 无名杀手却说 那是他唯一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 他不愿意说 只是建议他们赶紧离开那座房子 马特没有问出个所以然 只好打道回复 可是在半路上加油时 竟然发现 那些变出来的钞票 都化成了非灰 这又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里 他就赶紧把大把的钞票 扔出窗外 那些钱 果然在瞬间也化成了灰尘 他又把梵高的针迹放到门口 恶然发现 心愿房间里变出来的东西 根本不能带出房子 否则就会瞬间老化腐朽 直到消失 这就非常诡异了 于是他敲开了墙壁 试图找出房间的秘密 可是墙壁里 除了密密麻麻的电线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面墙上 画着一幅复杂的设计图 根本看不懂 似乎这是一种 他理解不了的黑科技 弗兰肯斯坦 是不是也是这种科技 造出来的呢 正在此时 凯特想要带孩子 出去晒晒太阳 马特非常纠结 假如孩子在外面 变成灰的话 就不用再担心杀手的事了 但是他突然听到 老婆的尖叫 又不忍心 赶紧把孩子抱回屋里 然而那个娃娃 居然已经长成了一个 眉清目秀的少年 马特这才把房间造的东西 不能带出门外的规则 说给老婆听 凯特明白之后 对孩子更加爱护 取名叫肖恩 用骗他说 外面的世界非常危险 只要出门 就会感染病毒死掉 然而 他低估了少年人 对外面世界的好奇 有一天 肖恩偷偷打开大门 感受房子外面 自由的空气 凯特发现之后 就把所有的窗户 都封死了 俨然已经成了一个 后儿狂魔 为了儿子 老公都可以不要 马特见他如此 心中更加不安 就背着老婆 买了一把手枪 还在树林里练习枪法 以防不测 各一天 凯特又因为后儿子 和马特大吵了一架 结果肖恩偷听到 自己是心愿房间 创造的秘密 于是半夜 偷偷跑进房间 娶了个院 妈妈不让他出门 他就许愿 要了一片森林 甚至还要在森林里 堆个雪人 男主二人 被这一幕震的目瞪口呆 这孩子 比他们俩 加起来都会玩 事实证明 这房间居然可以创造一个 类似于 镜中世界的 平行空间 马特立刻感觉 这孩子非常危险 假如他许愿 要一条恐龙 一个僵尸 那他们俩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于是立刻锁住房间 再也不允许儿子 进里面许愿 正在此时 无名杀手又打来了电话 小恩接听之后 杀手三言两语就猜到 这孩子是房间创造的 马特问他 怎样才能把房间 创造的东西 带出房子 又不老化 无名杀手说 很简单 只要造物主死掉 造出来的活物 就不会变成灰 其实他就是 上一任房主 造出来的东西 他根本没有杀人 是他妈妈杀了老公 然后自杀 他才走出了房子 凯特知道真相后 赶紧开车出门 冷静冷静 因为想要儿子活下去 他就必须死 最终他左思右想之下 还是没舍得 用自己的命 去换肖恩的命 回来之后 他就寻求老公的安慰 可是肖恩 虽然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心机却非常深沉 偷看男女主安慰的同时 眼神里竟然有一种 莫名的嫉妒情绪 应该称之为 俄里普斯情节 可是呢 次日清晨 他就偷走了大门的钥匙 独自跑了出去 不是去送死 也不是逃跑 而是要长大 变成大人之后 应该就能从马特手里 把凯特给抢走吧 为此他还偷走了 马特的手枪 如此大逆不到 有狗血的剧情 发展到现在 我也是醉了 马特非常生气 趁他不注意 就扑过去 撕打在一起 而凯特也被撞成脑震荡 昏迷过去 过了不知有多久 他醒来之后 马特安慰他说 肖恩在争抢之中 不慎重待身亡 尸体已经被扔出去 化成灰了 凯特听后 失魂落魄 再次痛失爱子 哭得一塌糊涂 于是马特很体贴地 安抚他的情绪 可是凯特却发现 这个老公很不正常 似乎体贴得有点过分 说话吃饭的样子 也很不自然 因此就多留了一个心眼 忽然这个老公 又想和他亲热 还说曾经看到 他们两个这么做 凯特听完 就大惊失色 面前这个老公 居然是儿子变的 这倒霉孩子 居然真的患上了 俄迪普斯情节 女主出了一身 鸡皮疙瘩 赶紧逃跑 可惜他智商堪忧 从没想过许愿反抗 结果被肖恩抓住 强行扑倒 而另一边 真正的马特 其实并没有死 他被打晕醒来之后 就到处寻找老婆 除了锁住的心愿房间 应该没地方可去 于是他立刻用锤子 凿穿墙壁 钻进了房内的世界 原来在那片森林里 肖恩又创造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房子 他砸烂窗子进去之后 却发现肖恩 居然变成了自己 究竟哪一个 才是真的马特 女主也是一脸的懵逼 不过 在俩人都喊他闺名的时候 还是被他瞧出了破绽 他一把将贾拉公 推下楼梯 二人就发了疯一样 向外逃跑 可是这座房子 被肖恩变得像迷宫一样 跑了一圈 又回到了原地 男主见状 集中生智 一样画葫芦 也许了一个愿望 灯光闪烁之后 他们终于跑到了大门口 此时肖恩也追了上来 抽出刀子 一个冲锋 就将马特直接刺死 他终于如愿以偿 得到了妈妈 可是却突然看到 门外又跑过一对爸妈 原来屋子里的爸妈 是马特许愿 创造的复制人 他恼羞成怒 再次追了上去 真正的男女主 在前面疯狂逃跑 穿过心愿房间 来到真实世界 跑到房子的门口 肖恩也追了上来 这一次非常凑巧 门刚被打开 肖恩又是一个冲锋 马特抱着他 一起冲到了屋子外面 创造的东西 一旦出去 就会迅速老化成灰 凯特赶紧关注大门 纠结的看着那倒霉孩子 迅速老去 直到化成一团灰烬 一个月之后 女主竟然发现 自己又怀了孕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很简单 女主一直反对要孩子 所以和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是有保护措施的 那么答案就忽之欲出了 肚子里的应该就是肖恩的孩子 因为造物主死掉 他造出来的活物 就不会变成灰 至于最后闪烁的灯光 观众也可以理解为 一种更为开放式的结局 或许是男女主 一直都没有出过寻院房间呢 想要自圆其说 可能必须要拍续集了 看完之后 我感觉挺好一个脑洞 被编剧拉低了智商 明明各种枪械张口就来 各种陷阱一个念头就能实现 他们偏偏都不去用 就算这个房间 需要时间来完成技能冷却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幕 复制人马特死了之后 不是还多出一个凯特吗 你们两个一人一个 各取所需 还追什么呀 小伙伴们你们以为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观众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